自上星期高调公开练琴后 周爱雄带领马上雨带双关暗示 晨晨不够成熟 没有安全感 更表示 不肯定自己幸福的人 才要跟别人比较 而有关新晨嫂的负面新闻 更可谓比晨晨入行这么多年来 都还要多啊 难怪晨晨这天也回复低调 风口不谈感情事啦 其实我做很多一些传闻啊 或是一些在我工作以外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不想说太多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以工作为第一位 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我不会放在 放在比我工作还要重要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而尊重我 我们应该在生活上面是往前看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每一次看到大家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去分享我的工作 呃...是这样吧 同场的还有以性感打扮世人的Grace啊 刚在冲绳跟肖正男拍完吻戏回港的Grace 就坦言男友郑佳颖不会建议自己拍亲热戏 不过常常要到内地工作的佳颖 就不时都会跟对手传出绯闻啊 Grace不会建议吗 哦...没有啦 那...这个也是绯闻的 也不是真的 所以就...没有介意 而快要过27岁生日的Janice Man 下个星期就要到内地拍剧半年了 有没有把握时间跟男友好好庆祝一下啊 都是一帮朋友啦 我觉得没有区别啦 都没所谓啦 我觉得生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就是一帮朋友一起可以吃一顿饭 见见面已经很开心了 这次要到内地这么长的时间 男友又会来探班吗 其实我们的默契都很好的 还蛮好的 他也付出了挺多的 因为我每一次拍...就是拍戏或是什么 他都尽量可能去凑空去看看我 所以我这一次要走这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他都会尽量去配合他的时间 过来探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